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祝夕是赞舍离人 春风下出千香岛 荒汗还能花在心 他自宣传 亲手的风铲的大路 天山万水连着天安门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 关心社员衣食住 问寒问暖问辛苦 主席就像红太阳照在身上暖在心 主席就像红太阳照在身上暖在心 天山万水连着天安门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 领导咱们来伴上 天人看今儿天是本 咱们都也切八分 在迷路上晚年车 甘肃省永登县的中医进修班 面向农村面向生产 多块豪省的为农村培训半农半衣的衣物人员 学员们都来自公社和生产队 他们花五个月的时间 认真学习中西医的基本知识 回到公社和生产队后 担任不脱产的衣物人员 既能为群众防病治病 又能参加劳动生产 受到社员们的热情欢迎 贵州省水城县气候站 是全国气象系统的一个先进单位 五个年轻的技术人员在这里工作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4岁 他们密切联系群众 拜农民为老师 深入调查研究 把气象科学与群众经验结合起来 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气象情报 群众称赞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管天兵 年轻的技术员们还用自己积累的资料 结合群众经验 编写了三百多份 关于气象方面的材料 安徽省齐门县陕里区公销社的职工 不怕山高路远 深入偏僻山村 巡回组织灯光夜市 把货物送到社员家门口 方便群众 不耽误社员白天的劳动时间 有利于生产 夜市上货物丰富 社员们在这里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 也可以把农副产品卖给国家 上海轻工业生产正进一步面向农村 为农民生产价延物美的日用工业品 九星唐瓷厂生产的脸盆 质量好 价钱便宜 浙江省地方国营宁波皮革制品厂的职工 根据农民意见生产一种皮草鞋 这种皮草鞋耐磨精穿 每双只要九角五分 受到广大社员的欢迎 社员们把它叫做磨不破的百年草鞋 云南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 佛法节来到了 今年的火把节上 遗族人民举行圆月抗美游行 为古老的节日增添了革命的内容 跳乐是传统节日的主要部分 遗族青年尽情歌舞欢庆节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